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定义叫做弗洛德 这个 然后这个 这里的话就是说 这个我们可以看见 这个问题 当然还加上连续方程 我一直没有把这个方程给插掉 你就发现我们这个方程 除了最后除了这些参数之外的话 其他的写法都完全跟这个方程都一样 都完全一样 所以经常我们就写完了以后 我们最后就说 为了简便起见 我们把这个心 心号扔掉 不要了 否则的话你就写起来很复杂了 但是我们只要看到这里有雷诺术 这里有弗洛德树 我们就知道整个的这个东西都是无量纲形式下的这个方程 也就是说 这个方程 经常 再说 Working Japon currently 从机讯诶上可以看到 正面渐重图的这个方程 用你的non-dimensional line-story equations 因此我们的方式又回去了 continuity 还是这个 当然这里也看不出来 这个momentum momentum也是一样 因为是无量钢的时候 我这个肉就可以不用写 我甚至是直接就可以写成这样 按道理本来要除一个肉 因为都已经无量钢了 这个肉已经除完了 只不过我本来一旦有新的话 我没有把新写上 这样 再加上 就这样 所以我们这个方程 就说大家比较一下这个方程和这个方程 其实形式都一样 对吧 但是呢 我们这里头 大家这个是 这个是大家记住 当你看见这个方程 它已经写成了这个联络数 在这里头 那么你就应当理解 理解为这个方程已经是无量钢化了的这个方程 所以这里头 比如说 这里的速度 都是相对于来流速度 对吧 就来流速度 就不是又 又无穷了 来流速度就是一 对吧 它速度已经除了这个又无穷 来流速度是一 所以你从 比如说 从这个地方 我们就转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刚才有同学问我 就转 这个问题呢 就转到了 这个 这个场 这个描述 这个速度 然后就是一 对吧 这个速度就是一 然后这个尺度呢 这也是一 对吧 因为我都除了这个 除了这个 除了这个 它的直径 对吧 就说这个 所以本来你是从 有量钢的 从又无穷 变成了这个 D 变成了一 一 然后比如说你的这个计算呢 比如说你的这个玉 这个玉有多大 对吧 比如说你这个 比如说你说 我这个前面有考虑了 这个有五个D 这个呢 比如说有十个D 或者是 看看 十五个D吧 那么这个 这个玉呢 也是有五个D 或者说这个整个是十个D 那么你到了这个地方呢 那么就说这就是 十 对吧 这是一 这就是十 那么整个呢 这个呢就是 比如说二十 对吧 你这个地方 五加五 十五加五 就是 成了 无量钢了以后 对吧 就是没有量钢了 那么纯粹就是数字 剩下来的 那么这个问题就很有意义 有什么意义呢 就是 刚才 刚才这个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尼峰 尼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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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同学在课间问我 他 你这个 这个 反正 大概意识 这座有什么用啊 这样我们就发现 就是说本来呢 我们这个流动啊 本来我想给大家说 就是说我这个流动 这个 这个圆柱 你绕我一个大圆柱 绕我一个小圆柱 这个流动有什么区别 对吧 现在呢 你会发现 在这里啊 没有大小 你所有的这个 这个圆柱啊 都无量钢了 你所有的尺寸都是一 那么你把这个问题 转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转到了雷诺素 大小在这里体现 对吧 你这个比如说这个直径 这个速度大小 都在这里体现 你就说这个 这个 这就是为什么前面 上节课我们说 这个无量钢参数啊 这有的时候很厉害 很有用 我们为什么要无量钢参数 把那很多参数 无量钢化呢 在这里就大家就看出来了 这个雷诺素啊 就是把你的这些 来流的速度也好 这个尺度也好 包括密度的变化 这个粘性系数变化 都综合在这里面 综合在这里的 就是说这个流动 它流动 就是说这个流动 只要雷诺素一定了 大家就可以想象 对吧 雷诺素一定了以后 我这问题就定了 因为边界条件是定的 对吧 边界条件来流速度是1 这个大小是1 唯一不同的话 就是你这个雷诺素是多少 所以雷诺素一定了 你这个流动就定了 那么雷诺素一定了 流动就定了 那说明什么呢 说明你这个 不管你尺度 这个流动的尺度啊 这个球的 或者圆柱的尺度是多少 比如你说你这个尺度很大 但我说速度小 雷诺素 一样 那它的流动形态也一样 对吧 因为你在这个方程里头 它指认这个流动素 我们假设这个弗洛德素 这可以忽略 就是说这一项可以暂时忽略 就在这里头 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流动 我们把这个流动 叫做 我们这一章 叫做Dimensional Analysis And Similarity 这个 Similarity 就是指的是这个雷诺素 这个雷诺素一样 这流动就叫所谓相似 这个我们也不叫它相等 因为这个 实际上是同一类的流动 那么这个 这就是这个问题的一个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方程 或者说把很多问题无量干化 那么事实上 那么事实上对于这个 圆柱绕流来说的话呢 这个随着雷诺素的变化 它确实阻力 就是说这个阻力系数在变 这个整个流动形态它都在变 我不知道这个书上有没有给出来这个 书上有一张这个图 这个图是不是就圆柱绕流 它写了没有 对 Vortex Shading from a circular cylinder 对吧 这个 这张图 书上多少件我来看看 书上多少件我来看看 313页 Vortex Shading Shading 是什么意思 实际上我们一般就叫 这个温托洛 就是要这个shading 就是一个实验拍出来的 这是一个实验 就是从这个前面是个圆柱 后面就一个窝一个窝就甩出来了 当然在实验室里头它控制得比较好 但是它有一个没有说 就是说后面有很多窝 对吧 很多窝 这个书上就把这个叫做是什么呢 窝街 Vortex Street Vortex Street 整个一条街都是窝 就是说这个叫窝街 大家看到这个 这个是 但是它没有说雷诺树是多少 没有这个 我来看看这张 这个 这个窝 这个后面这个窝呢 在雷诺树很宽的范围都存在窝 但是在雷诺树很小的时候 其实这个窝并不存在 比如这个 但是是第二次的窝来回答 透过一个窝的 Politics 你这枝 llev et刾 这个窝率 这个窝的窝会和向 Value 猝 Cath building citoyens Heroes 他在窝이다 我从来没有融通树 这个窝角它的窝槛 說俞后就是ether 要大一些在后面这窝是附着在圆柱上的 它没有拖出去 这个雷动素再大的时候 这个窝在这上待不住了 然后就拖出去 拖出去以后 大家要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按道理这个体核是两面对称的 但是真正对称的东西在现实生活中是很少 只是在一些极端的条件下面 比如在我们这里面 联动素很小的时候就流动对称 联动素稍微一大的话 这对称就会破缺 失去对称以后 所以呢这个就是说这个窝呢 这边来一下 这边来一下 你拖一下我拖一下 这样的话 从稳定性的角度来看它更稳定 假如说要 但是它到一定的时候 它又可以两边同时都拖下去 这个在联动素特别高的时候 两边同时拖 就跟这个书上的图案还不太一样 就是说这个 所以这个现象很复杂 到现在为止仍然是圆柱绕流 一个最简 应当说这个很简单的流动 仍然是学术界里头 这个研究的 现在仍然是研究的一个热点 有很多 很多人终身在研究这个 就是这个圆柱绕流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个方程 你求解 我们求解这个方程 发现求解不了 你们说 哎呦 你不能用微计算机求解吗 用计算机求解 我们数值求解 但是我告诉大家 这个关键问题在哪里呢 关键问题就是我们计算机 关键问题就是这个雷诺树 你不知道雷诺树是长树 这有什么问题 雷诺树是长树 但是雷诺树很大了以后 雷诺树大了以后 雷诺树大 我们刚说了 雷诺树很小的时候 这个流动很规则 雷诺树大了以后 这个海门窝结 大家看这个树 其实这个树上 就是313页的窝结 是雷诺树很小的时候 所以这个窝还看得很清楚 很规则 我甚至觉得这个还不是团流 还是所谓成流诗文 诗句对称 这个窝脱下来 还没有进入团流 进入团流以后 这个窝的尺度 随着雷诺树的增加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窝的大小 可以比一比 量一量有多大 但是随着雷诺树的增加 这个窝越来越大 大窝很大 大窝还是这么大 但是在这个大窝上有很多小窝 这个窝里都有很多小窝 变成窝越来越小 并且这个并不是这一个展向 还在纵向上也会出来 那么你就想 你这个窝越来越小 你要把那些小窝都分辨出来的话 你的计算能力就越来越高 对吧 我们不说这个讲分辨率 这个时候问题就出来了 所以就到目前为止 我们仍然算不了很高的雷诺树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 这也是我们流体地学这个一个比较困惑 甚至是有点点悲哀的状况 就是说你这个研究的水平有多高呢 实际上依照你的计算能力 依靠你的计算机 但是在我们中国的话 对不起 你就是计算机没有美国 美国计算机最厉害 最强 所以它为什么厉害呢 它就是计算机 计算机大 我们为什么差呢 没有那么大计算机 所以你没法做 所以这个也不是说 它一定比我们厉害一些 它就有这个条件 从这个角度来说 这就是为什么计算机的发展 你看那些做计算机的公司 或者说那些计算机系的 或者是什么 包括我们学校 它去申请钱 去说我们为什么要建更大计算机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理由 就是计算流动 把这个我们可以计算 更多的流动可以展现出来 因为这个很有意义 因为我说的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 大家随便隐身一下 对吧 我刚说的你返回舱 对吧 哪怕是一个汽车 大家估算一下 我记得我以前有没有给大家估算一下 一个汽车 比如说一个汽车 一个汽车它的雷诺数是多少 可以简单估算一下 一个汽车 比如说这个速度 我们说汽车速度 假设一个寻常速度 是 每秒30米 是吧 每秒30米 每秒30米 就是相当于都没想到 那是已经比较快了 我们就这样吧 这个就是30米 这个 这个又0是30米 对吧 一个特征 它开的速度 那么这个L呢 是 2米吧 是吧 大致2米 然后这个μ除以 如果对于这个汽车来说的话 大致是 1.45左右 乘10的 负5次方 这个大家可以查这个表 因为这两个是这个 这个 常数 那么你就发现 我就说1.5吧 正好 这1.5 1.5就是2 所以这个是大概4乘以 10的 6次方 是吧 大概是这样的量级 4乘以 4乘以10的6次方 就是说对于汽车来说 就是 这个 600万 就是说这个雷诺数啊 600万 这个600万呢 在我们实际的问题里头呢 我们只能说是一个中等的雷诺数 中等雷诺数 我上次给大家说过 我说你去 你跑跑步 你也可以估算出来 你人的个头大小 人的速度 比如说这个 是吧 这个也有几十万 你跑一下 你后面一堆卡摩摩尖 然后这个雷诺数 你也是有几十万 那么 所以大家可以想想 假如说你飞机 显然这个尺度 尺度 这个要比汽车大一个量级 对吧 速度 也比这个 要大一个量级 也比汽车要大一个量级 对吧 就是说这个 飞机速度 比如说到每秒300米的时候 差不多马和数 还是一个雅音速马和数 是吧 雅音速 你还不到音速 大概0.8 0.多少 那么你这个 飞机的这个 比如说这个 差不多大一个量级 那么你这个 联络速趴一下就到了 10.80 所以这个 所以为什么 这个还真是 就是说 这个 当然我们说的 还是我们这个领域里的 当你要做天气预报的话 大家就可以想象 这个 那个尺度就更大了 那一个 比如说这个 现在马上台风 一个什么台风 我看天气预报 在海南岛那边要插过去 我都忘了那个名字 这个 今年第一号台风 那一个台风的一个窝 它就是几十公里 几百公里的这个尺度 对吧 这个大家可以在网上 我印象网上有很好的一个图片 也许我应该 这时候应该用一下PPT 也许下节课我给大家把那张 这个有一个卫星牌的这个台风 从上面看 台风的那个眼旁边的这个窝 在登陆一个岛上 这个挺好的 挺有意义 但是那样的话 天气预报的这个尺度就更大了 尺度更大以后 这个计算 就是说计算 我们就计算能力就更差 更差的话 这就为什么说 我们这个天气预报呢 是不准的 不准的 有道理 就能当不准 对吧 要准了以后 准了以后 我们这个学流体力学 就没有意义了 在这里头 简单的给大家 这个再说一下呢 就是这个 这里有佛罗德树 佛罗德树 其实这个联络树 这个 这个 它有物理意义 这个物理意义呢 实际上 这以后我们还会 还会回来 讨论这个联络树 实际上呢 它是 这个 表示 这个 我们这个方程 实际上是表示 是什么呢 这个联络树 是表示这惯性力 和这个粘性力 之比 看谁更大 是吧 那么在这里的话 假如说这个 惯性力比 我们说了 这个假如说这个 这个很大 这个 就是说 惯性力比 重力要大多了的话呢 那么你这个就是 可以忽略 可以忽略 那么很多问题 我们可以把这个 把它忽略 但是有些问题 就是你就特别 不能忽略这个 弗洛德树 有些问题 特别是 比如说这个 说大一些吧 比如说这个 你这个 整个由重力场 引起的这个流动 对吧 那就是 纯粹就是由弗洛德树 来决定了 重力场 这个 重力波 那么这些 包括这个 我觉得这个 阳流啊 这个它怎么贵 都是要 引荡这个 弗洛德树啊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 一个变量 那么这个 书上列了很多 书上给了 一个表 有很多这个 树 是吧 这个 也就是说 我只给大家 只给大家 写了两个树 是吧 我想顶多 大家还能接受的 一个树 我也不用说 大家也知道 就是马赫树 对吧 这个就速度 比上这个 深树 也就是说 这个才三个树 大家一看 这个有这么多树 也就是说 这个 我们没有讲的东西 或者 这个有信 有意义的问题啊 很多很多 很多很多 在这个 因为每一个树后面呢 都 都表达着 一大类问题 刚才说的这个圆柱绕流呢 或者是圆球绕流 它其实差不多啊 这个 性质差不多 它这个特点 我们说到 我们说到这个阻力系数 给大家简单提一个 这个 example 其实我们一直在说这个 这个圆柱绕流 那么这个呢 是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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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w speed 就是马拉数比较小 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马拉数比较小 是吧 这个马拉数小于 我们说这个0.0.3 或者你要0.1也行 刚才我们这个30米那个马拉数不到0.1 对吧 让球 这个我们来看看它的这个 jack coefficient Keq coefficient JAC coefficient variation against联斗素 这个JAC coefficient的应用是什么呢 我们经常用这个CD JAC coefficient 这个CD和这个RE和联斗素 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 这个当然了 我们就做实验 我简单说我们就做实验 现在我们这个也没有其他的手段 但是在速度很低的时候 联斗素很小的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以后上粘性流体力学的时候 可以把那个解囚解出来 因为在速度很小的时候 速度很小的时候 就是这个雷诺素我们说了 这个是惯性向和粘性向之比 你速度很小的时候 这个惯性就很小 是吧 那么粘性很大 所以就说雷诺素就是相对来说很小 雷诺素很小的时候 如果我们的方程就飞线性向就是相对比较小 可以拿掉 那么这个方程就现化了 现化了以后你就可以求解出来 当然这个我们说的一般的情况 就是一般的你这个做实验的话 比如说这个是雷诺素 横轴是雷诺素 这纵轴是CD 而这是都是这个 这个是一二三四 那么这个就是在横轴 这个就雷诺素的变化 就说是要用这个对数了 那么这个是 比如说这是十 这个十的六次方 这个十的五次方 这个十的三次方 大概要用这个对数这个坐标 这个就比较好描述 那么这个特点呢 你去做实验呢 你就阻力阻力阻力系数 随着雷诺素变化呢 它是一个会是什么样呢 这条曲线 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变化过程 这个地方可能会有些 这个就是由球表面的 不同的光洁度了 就说这个Depends Roughness 就是表面的粗糙度 当然这个按道理都是所谓光滑的球 但是光滑的球也还是有粗糙度 比如说你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滑呢 我们说比如你塑料的还是钢的玻璃的这个是吧 这个光滑都不太一样 影响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实际上呢 前面这一段 这个是应当说是成流 后面慢慢到了湍流 大家注意在这个湍流有很长一段 在这个湍流有很长一段 它这个阻力 阻力系数基本上是长数 然后过了这个 这有一个台阶 就是说 然后整个又变了一个这个长数 那么这个书上呢 有比较好的这个 我看书上有这个描述了 这个 这个是一个临界值 临界值 就是说这个是 这个红线色大家不一定看得太清楚 critical value 就是说这个 我们说这个地方流动是这个 这个 沉流 这一段 湍流 但是湍流在什么地方发生 这个 其实这个 这个地方 比如说这个地方 你越往上的话 比如说甚至是 这个流动 好 我们说的是这样 没有窝的脱落 是吧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大概是这样子 并且在这个 在这个里面 Turbulent 这个流动是在这个尾迹里头 转变成湍流 但是这个前面这一段 还是这个lamina 它这个转变 这个流动转变 就是从慢慢 从这尾迹里面往前 到了这个 过了这个以后 这整个都是 都是Turbulent 这个就是说 对这些物理的一个解释 这是一个现象描述 大家以后有兴趣的话 你还可以去仔细琢磨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里头 这个阻力系数 比这个阻力系数还要小 是吧 要小 这个就是为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 前面一开始就团流了 我们高尔夫球的作用呢 就是这个前面是成流 成流以后啊 就想办法把这个地方 也弄成团流 弄成团流 这个阻力系数不就下来了吗 就这个 就这个作用 这个 所以不要以为 团流什么都不好 团流有很多好处 很多好处 大家可以看看那张图 那个就是313页的 这个后面的窝 对吧 这个窝一卷起来 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 假如说我们是要设计一个混合装置 你经常有 你希望有东西可以混合的好 对吧 比如说我们要 要这个在燃烧 燃烧器里面 我要 要使这个燃烧效率高 燃烧充分 那我就要想办法让油和气啊 充分的混合 你那时候成流就不好 成流你不混合啊 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就大家在两条宝道上往下走 对吧 那么假如说我们是要 使它很快的混合 油气很快混合 因为你混合的越好 越快的话 我整个燃烧室的这个体积啊 还可以小很多 这燃烧强度还可以很高 对吧 这样这个动力也增加了 所以的话呢 这个湍流 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 这个是一个增加混合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流动 那么这个是这样一个特点 那么在这个问题里面呢 实际上这个我们这个阻力系数呢 阻力系数呢 阻力系数是阻力系数 CD定义 是阻力 除上一个这个二分之一的Rho 平方这个面积 这个阻力的这个面积 但是我们从这个前面我们做了无量纲分析 对吧 这个阻力啊 这个阻力 我们前面有这个无量纲分析 这个阻力的话 力和这个速度 是吧 和这个密度和这个速度 我们可以形成这样一些无量纲参数 无量纲参数 你去按照我们上节课说的这个做法 你就可以发现呢 我们就有一个这个无量纲参数 这个 当然这个对于这个麻数很小的时候 像密度啊 像也不变化 我们就可以有一个这个无量纲参数 就是什么呢 就是 你就发现 这就是无量纲参数 这就是无量纲参数 那么假如这是一个无量纲参数 那么也就是说D和这个是一样 那你就 也就是说这个就给说CD呢 就是 就等于是这个 是吧 2分之1 rho uv平方 a 那么就和什么成正比呢 和这个 mu v d 对吧 这个我可以这样写吧 或者说这个就等于constant 然后这个速度 这个都是速度 这个速度v v和这个速度 这个平方约掉了 然后就是 这个d呢 和这里a呢 实际上是这个 假如我把这个 面积 表面积 pi d 平方 这个四分之一 是吧 这个你给我把这个 带进去的话呢 这个也是 也是 实际上这个动向就是长 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东西 雷诺数 对吧 rho u 一个长度 L 这个除上这个mu 这个就是雷诺数 这个东西呢 这个关系CD和雷诺数的导数成正比 实际上就是这一段 这一段 这是在成流的时候 成流时候 当然长数是多少的话 这个长数是多少 我说了 这个在雷诺数很小的时候 大家真正可以真正求解出来 这个 这个 这个数是可以算出来的 当然你也可以做事业 但是这个可以有理论分析 但到后面 雷诺数很大了以后的话 那么他呢 他跟雷诺数的关系呢 这个 就看你在哪一段 假如你在这一段 其实前面这一段 有一段它基本上是一个长数 是吧 这一段很好 这一段很好有什么意义呢 就是它基本上独立有雷诺数 对吧 在这一段呢 也就是说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做实验的话 你很难做到 就是说 我这个雷诺数跟实际雷诺数完全一样 达不到怎么办 达不到没关系 只要它到了这一段 就是我雷诺数小跟雷诺数大 阻力系数一样 对吧 这个也可以 这样也可以 所以这个 我们就是要充分理解流动的特点 实际上最后一个简单的问题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modeling 所谓这个modeling就是 就是我们在实验室里头 怎么做实验 对吧 在实验室里头 那么实际上我们需要做的呢 need to maintain 我们需要保持三个东西 一个就是 geometry 这个几何 几何一定是要跟你跟实验室的这个实物 要跟你这个实际的这个物体的形状 几何上要相似 对吧 比如说是我们做 你做一个 做一个 当然你说我做一个 这个 模仿一个建筑 比如说这个是 是什么 这个中央电视塔 新的那个东西 那它又上面有很多窗 窗是不是开了 这些细节你当然可以忽略 对吧 但是呢 你大致的这个 要有个相似 然后就是 kinematic 运动学的这个相似 还有这个dynamic 这个similarity 那么这个坦率说 经常你要想满足这些 所有满足都很难 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你这个要满足的话 比如说 零到数 对吧 这个rho V L 这个mu 这马尔数呢 是等于这个 V A 对吧 这个 你做实验的时候 你这个模型的联络数 应当和实际的联络数 应当和实际的联络数 我们说一般情况应当相等 但是呢 有的时候你就发现 这些要求 它是矛盾的 有的时候会矛盾 还有前面我们说的弗洛德树 那么这个 总的来说呢 就是说在这里 从 我们希望呢 从这个 你实际模型 应当跟实际 跟实验室的模型 跟实际模型 应当是尽量一样 但是不一样的时候 你就要取舍 你是 就零到数更重要 还是 佛洛德树更重要 对吧 这个就是 针对我们不同的问题呢 要有不同的认识和分析 那么这个 我们这节课就到 很重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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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